而去吹两罐一模一样的可乐 大家看到有冰敷的那罐可乐是明显蓝一点的 如果没有冰敷的可乐 就明显还有少少红色的 大家好,我是阿May 今天我在测试冰球风扇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有很大的疑问想问小丁 因为我平时真的觉得有开冰球的状态之下 你看有水珠这个状态 吹出来的风是会凉一点的 我是自己有那种感觉的 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质疑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心理作用 其实哪有这么多心理作用 其实为什么它可以冷一点 其实它不是将环境固大 而是将正前方的空气冷却了 而热力会传到我们的电机那里 其实所有风扇的电机都会发热 还有电池会发热 如何去测试它呢 就不是六个风扇有没有热 因为这个风扇一定热了 最重要是吹出来我们的目标 我们自己涼不涼不涼 人涼不涼 那我们科学化一点 对了,我们就准备了两罐可乐 这两罐可乐的水是一样只有少少的 少少是吹走的 对了,那我们就放下去 这把白色的就开了冰敷 冰敷开了CO 对了,对了 有多大 那这把就是一样风速 用60风速吹下去就没有开冰敷 没开冰敷 那我们最终究竟在那个热成像画面上 哪一个的效果好一点 冰敷可乐凉一点 就是代表它的风吹得凉一点 对了,对了 那我们看一下测试结果 现在白色的风扇就开了冰球 黑色的风扇是没有开冰球的 小丁我看到的现象就是 开了冰球风扇那把风扇那支棍是红一点的 热一点的 因为它用的电量 大家现在的风速一样 但是这个又开到冰敷 它用电量会更多一点 所以电池是会热一点的 是很正常的 但是它吹着那一罐汽水是凉一点的 蓝色的,它就会凉到蓝 对了,我们这个实验就是想做流延终结者 对了,为什么呢 究竟冰敷风扇出来的风 是否可以帮到电阻值呢 就是我们的人冷却 其实是可以的 大家看到 那个冰敷的片是真的蓝色的 就是证明它是有效制冷的 而它吹两罐一模一样的可乐 大家看到 有冰敷那罐可乐是明显蓝一点的 如果没有冰敷的可乐 就明显还有少少红色的 但是它也是冻的 所以其实有些是两个都是用风去冷却 但是如果加了冰球的话 出出来的风的温度也会低 是的,如果室温低于30度 冰敷风扇才能在客户发挥最好的效能 如果环境温度真的太热了 其实你感觉不到那个温差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风扇仔 它不是一个真的冷气机压缩机 它是靠一个半导体降温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环境温度越低 它的效果是会越好 但是就一定是开了冰敷 你感受到那个空气吹出来的风是会凉一些的 开了冰球风扇的冷气的风吹出来 可乐是会凉一些会蓝色的 你看它连水珠都出来了 开了冰球 这边是同样的一个牌子 但是它不开了冰球 它也有风也会冷气 但是就会没有它这样劲 所以再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这个冰球我碰到皮肤会觉得很冷 很冰冰冰冷很舒服 是的,就连罐可乐这边也会会冷一点 里面剩下的水也是会冷一点 所以这个冰球风扇是怎样去到 可以令到我们在感觉会凉一些 它连风吹出来也会凉一些 就是因为风经过冰球的温度 吹出来的风就会凉一些 这边真的是冷气一点的感觉 这边就是风的感觉 所以冰球风扇在今个夏天 我们这么热的情况之下 是一定不可以缺少的 而现在这个品牌的冰球风扇 冰的位置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它是不透降 不透降令到它的温度 那个凉快感觉会再加倍 而且会再快一点 会有凉的感觉 所以你看看 现在它就好像在一个雪柜里出来 很凉 好看 好看 好看